刘女士住在杭州东西远小区,车是精华牌照的,她说之前交了一些材料给物业,就可以在小区里停车,现在突然停不了了。 刘女士是精华蓝溪人,在杭州结了婚,户口欠到了杭州,买车的时候没有摇到杭州牌照,因为母亲户口还在精华蓝溪,她就把车子放在母亲名下,上了精华的牌照。 刘女士说,以前只要向物业交齐了这些证件的复印件,就可以办理停车包年。 去年年底,小区换了物业,刘女士去续交停车费,被告知不能继续包年停车了。 我说要开母女证明才能停,那相当于我跟我妈好像在这边没有任何关系,她体现不出我跟我妈是母女关系,这个材料里面。 刘女士说,证明我妈是我妈,本身就很荒唐,而且她母亲已经60多岁了,很容易晕车。 要回精华蓝溪去办理证明,身体也吃不消。 或者说我拍个视频,那我妈证明,那个我们是母女关系,那也可以的,是不是? 那非要到老家去开个什么派出所证明,而且我们现在农村户口有些,你说户口本上签出来,这种资料都没有了。 那我妈身体不好,你叫她回趟老家也很麻烦的,现在又刚过年,又刚回来。 物业的曾主任拿出了一份小区停车管理规定。 这本本子的话,当时的话,在2018年6月份的时候,6月份之前是开了业主代表大会,业主代表大会,然后经过一半以上业主同意的,他同意通过的,然后通过了以后再处件去备案了。 那么他就形成了一个规章制度。 曾主任说,关于停车管理的规定,物业只是执行者,他们会把刘女士的情况, 反映给业委会。 我会不会去跟业委会沟通的,像这种情况的话,我相信不是个例,那么应该给出一个统一的说法。 我不能说今天因为这位女士过来投诉了,然后找到你们媒体了,然后我给她解决了, 然后另外有一个业主又有另外一种情况,然后过来找到我又另外一种,那么对每一个人,我觉得应该是公平的, 同意的一个解决方法。 后来刘女士反馈,物业让她的工作单位提供了一份她的个人简历,上面有母女信息, 现在刘女士已经续办了小区帮年停车。 刘宝宝宏金一言记者报道。